哈喽大家好,我是本杰明鹏大爷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牛子的喂食小知识吧 飞牛主要的食物其实可以分为三大类 鱼、鼠、虫 鱼的话我主要还是喂尼丘 普普是吃尼丘和老鼠,一年之内长到20厘米的 所以本人是一个忠实的尼丘党 鼠的话,UP主推荐建议喂没有毛的老鼠 因为有毛的它会把毛给拉出来,很恶心 我觉得对牛的肠胃也有负担 所以UP今年基本都开始喂冷冻乳兔了 冷冻乳兔的好处是它更像是大号的红皮老鼠 好消化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虫 先说面包虫和大麦虫吧 面包虫的诱食性很好 有一些食欲不振的小苗子 我就会喂它们吃一点 但是营养比例太差了 然后不推荐长期喂食 我推荐你们把苗子喂到5厘米以上 用蟋蟀和面包虫喂到5厘米以上就不要喂虫了 就开始转喂尼丘 我视频里现在倒下去的是杜比亚 虫的话对于稍稍大一点的蛙来说 就已经不能当成主食了 你要把它当成蛙的零食 让它的营养变得更均衡 一方面小虫那么小 你又怎么能吃饱呢 对吧 一个人吃蚕豆也不能吃饱 吃饱了它肠胃也不舒服 对吧 所以营养均衡一点 吃了一周老鼠一周鱼 这周吃什么呢 想不起来 好搞点虫 搞点虫下去 小苗子长到5厘米以上 然后它们慢慢可以接受尼丘了 要么就像UP主这样 把那个尼丘解成一节一节的 去抖动诱食 它有一种就是你在淘宝上 直接买那种不大的小尼丘 把头爆掉 然后引诱它们喂食 很多人问我尼丘去不去蛊 我个人是觉得5-6厘米 然后挖太小的话 如果有那种很大的蛊头 你就把它去掉 等到挖8厘米了 我觉得吃点那种骨头 对它来说不再化香 还有新手喂牛子 一般喂到什么程度呢 UP主一般都是把 喂到一侧的身体 微微鼓起来 那样时候是最好的 过一段时间 它会把食物移动到身体里 它的内处微微鼓起来 就会看得不大 看不大见了 喂食频率的话 UP主基本都是摸肚子 消化完了就喂 对于不太懂的新人的话 我推荐5厘米以下天天喂 5厘米以上等它拉屎了你就喂 如果你说它不拉屎 那你就给它泡泡水 让它游游泳 就能促进它拉屎了 20厘米的牛子一周一喂 养到20厘米你也是大牢了 不需要我来教了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 拜拜